在印尼和菲律宾完成接种疫苗的容工 今天起可以来香港做事 不过指定外溶检疫酒店说 第一日未有人入住 第一批外溶最快明天才到 少过十人 至于未来两个月 酒店已经爆满 最快十一月才有访 多班游菲律宾和印尼抵港的航班都没有再客 按照政府安排 外溶在这两个国家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 即日起迟当地政府发出的针指 和72小时内核酸阴性检测证明等等 都可以来香港 并入住唯一指定外溶检测酒店 荃湾私离酒店21日 酒店有告示禁止访客 通道有活动隔板方便工作人员出入 酒店所属集团说 第一日未有外溶入住 据了解大部分外溶未能提交72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 要然后来香港 第一批少过10个外溶 预计星期二晚才抵捕 有外溶中介说 政府上个星期四公布新安排 第二日酒店才接受预订 时间闯绝 我们要问准个雇主 又要问准个容工 养生面都没问题了 那才去进行订酒店 要他答复行不行 那我们才能做事 他说初期只有飞融来香港 因为任融在机场登机之前 才会获发当地卫生部确认信 证明完成打针 会向印尼住港令事馆反映 我们担心他上机没了这张字 但不是的 酒店没得退 航机上不到又没了机票 就是全军复活 什么都没有 酒店方面说 为了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入住率维持在七成至八成 星期三起陆续有较多外傭订房 九月和十月已经爆满 最快要到十一月才有房 外傭中介入说 指定检疫酒店一万要800元 有人想等到第二间指定检疫酒店 收费可能便宜些的时候才来香港 无线电视记者先至报道